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定历史 提到杨振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还获得过诺贝尔奖 在中国能够获得这个荣誉奖项的几乎没有几个 他很幸运的就是成为了其中之一 因为他这样的成就 使得所有人都非常佩服和敬仰他 从此他的名声变响变全国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那这个优秀的人 他的子女们是不是也一样优秀呢 杨振宁的大儿子杨光诺 从事的高薪科技计算机行业 他能发展到如此也多亏了父亲 没有过多的干预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且他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美国计算机行业取得了一些之地 没有靠父亲的名望 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喜好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次子杨光语与父亲同样在物理领域工作 对搜索行星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 众多埋没在星海中的小行星 都因为他的发现而为众人所知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名业余天文学家 优秀卓越 杨振宁的女儿 他不喜欢学术研究 但选择了最令人钦佩的专业 医学 他最后从事的工作被我们称为白衣天使 他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是尽职尽责 任劳任怨 他的医术也是非常高超的 可以说杨振宁的后代格格优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